大家好 我是葛连老 现在是2024年的7月 多少号来的 哇操 东方大国这里也不知道咋回事 哇操天灾人祸的 他妈的动不动都下很大很大的雨 哇靠这里我我估计他妈的也要发生那个什么 就是超大的那种雨 会有积水了什么的 这里他妈的昨天都下很大 然后今天又下这么大 妈 你看那个乌云他都没有散去的意思 刚才我就在那里躺平 今天是进入东方大国的第18天 今天都干到26号去了 我操 这个月的快结束 我妈这傻逼地方老是下雨 我靠我都服了东方大国 搞死人了 天灾人祸的真的服 我就在草地那里睡觉 他这边的人很多都是放牧的 这边 算是内蒙古境内嘛 然后草原你看都有了 这都是草原 如果说没有那么大规模的草原 那里他妈的瞎这么大 我是你妈的 他们开车开的老快了 我操这些傻逼们 想想老子都来起我 他们下雨天也开的很快 他都不顾你你行人的感受 我就给你见一声 东方高大国的傻逼们 我操 我都不想说 按理说 你他们就是恶意见到你身上你可以投诉举报他们 但是我也懒得跟这种傻逼一般见 这种傻逼他妈挣个钱也不容易 但是他妈没有一点道德心 我操你妈的 一群他妈傻逼们 真的服了 兄弟们咱们出发了 然后这边的这个天气的话 我靠他妈的 一会阴一会阳的 妈的 这里是一会下雨 一会雨停 很期盼啊 这里 好嘞 服了 兄弟们 这就是东方大国的傻逼路啊 她妈的 非洲都比赛前了 这种傻逼路 我真的服过来 她妈的 好好的 非洲国道 她妈的走成非洲 她妈野道 我操嘞 她妈牛逼 傻逼路 她妈走的都快透了 她妈又跑到山上去了 兄弟们 这里竟然看到山头驴呀 这个驴 我操 长得挺可爱的 呆呆傻傻的 这是旅行必备神器 百公里油耗 一斤草 哎呀 我是肯来老 今天是2024年的 7月27号 进入东方大国的 今天应该是 第2816 应该是第18天吧 应该是进入东方大国的第18天 然后昨天的话就没怎么录视频啊 因为下下午的时候 我靠那个雨下的老大了 然后我也没有停止前进 就一直走嘛 才开始是去了一个村子 然后我看到一个牛棚 我说能不能在那个牛棚那里 打个帐篷 避避雨 睡一觉 人家说不行 人家不让你打 然后我就说OKOK 然后我就走了 后面又借着走嘛 往这个 行爱蒙那个方向 然后赶到昨天下午 大不多八九点的时候 然后车里看不见路了 然后我就在一个加油站旁边 然后搭了个帐篷 那时候下的雨还很大 我就是冒着一大雨 我靠 我搭个帐篷 把我那个防御布给 扛上 我在草地那里 打的 然后就往那一躺就睡觉了 呃 后面 很久都没睡着啊 应该是到后半夜了 可能雨小一点了 然后才睡得着 然后那个帐篷里面 我靠外面下大雨 我里面下小雨 我操的 后面有点冷 我就把那个 睡袋给盖上 那睡到现在都是湿的 然后我也没工夫量了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乌兰浩特市 我当时我以为这里是省会呢 结果不是 就是一个小城市 这是乌兰浩特 然后我旁边就是 法院好像是 然后我的对面好像又是什么公安 公安什么什么 这里的好像都是政府部门 我刚才我去 后面 那条路那边有个超市 然后买了20个鸡蛋花了12块 7 比我之前买20个鸡蛋要便宜1块钱 之前买的是3块7 20个鸡蛋 可能他那个鸡蛋大一点 这个鸡蛋可能小一点 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然后我就做个饭了 昨天都没吃饭 昨天下午也没吃 然后 因为早上也没吃饭 直接干到这里 所以才做上饭了 兄弟们 搞二十鸡蛋 直接吃完 有时候再煮点米汤喝一喝 非常外入口的 刚直接用气瓶了 然后这边有柴火吃 有柴火 但是都是湿的 妈做饭也没法做 我靠做到猴年马月去 这个还是算了 直接用这个做饭 吃完然后 添点水煮个米汤 爽 拜拜 我是不是就停在后面 兄弟们 我走到这里 然后去里面买了瓶可乐 然后后面又在这 旁边我把那个头包什么都打开了 我把这些东西都晾一晾 他妈的这 这些头包都进水了 就这一个没进水 这个也进水 昨天我还把那个防雨灶照上了 但是还是进水 不是说防不住啊 他能防一点点 他不是百分之百能防 下太大了 在那个啥在防不住 这种都是能防小雨的 大雨就防不住 这个质量就是 防雨的质量没这个好 这个比这个好一点 但是比他强不了多少 我后面用那个防雨布盖盖着点 然后这个就是淋的没那么严重 不然的话就跟那个两 那两个他妈的里面全都是水 然后这里面也有水 然后我都倒了倒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掏出来 都晒一晒 你看他妈的这卫生纸 我操都成四斤的 牛逼我 我操 他妈的 牛逼吧 看到没有他妈的都能挤出水了 我操 这他妈的昨天下太大的雨了 我车子就停在外面 妈里面全安都进水了 我靠我的理发的 然后那个国外用的多功能转接头都临时吧 我里面的护照应该没事啊兄弟们 这是我的护照 身份都啊 这个还没啥事啊兄弟们 这里面是护照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就简单晒一晒 晒到现在是两点多啊 然后他们到五点的话再出发 然后就前面就是30 302国道 然后一直往前面都在转到207国道 然后走那个什么什么一级公路那里 然后往那边干 这边的话是属于新安盟啊 他这里我靠这个城市好大 我他妈我从 城那边他妈骑到这边 卧槽干了好多公里啊 十几公里好像是 这个城市好大呀 前面那个是乌兰吧 乌兰浩特 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新安盟 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关系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是 市区 一个是县城 不清楚 他两个名字还不一样 但是这里 人口很多我靠前面那里他妈的 那个车他妈老多老多了还有那种 就是这比如说这种机动车吗 他种非机动车道他妈的停一排 这边他妈的没人管 知道吧 就是这些 机动车他妈停到非机动车道上 我们骑自行车都很危险 妈的 真的服了 还有就是昨天的话 就在那边的话 就是请那个111国道 他妈的那个路他妈没修多久 就很很漂亮 就跟这个差不多 比这个还要 新一点 然后那边那个11国道我靠 突然路就 我问人家说有个大坑他妈的后面 我就绕到 绕到他妈草原 他妈推 推到那个111国道那里 然后问一个大妈 大妈说 前面是111国道 我又干到前面那里高速那里 他妈我又问了问 人家说不是 就是回来那条路 这边的人他妈不知道路 还几乎下指挥 让我他妈白跑一趟 然后昨天的话顺着 这个111国道他妈干到那边 然后就下很大的雨 我昨天晚上 就是冒着雨我他妈大的帐篷 这他妈的全都是湿的 我估计晒不了什么 这个能多少晒一晒 你看这个很快就晒干了 这个很快就晒干 看到没有 上面基本上ok了 再翻一翻 还是有用 是有用的兄弟们 然后再晒晒下面 ok了 然后这个衣服他妈也湿了我靠 这个也好晒 那个纸不好晒 这个纸他妈的全都是水 我还是他妈的当那个毛巾拧一拧 你看 你看 我操了 看到没有 牛逼吧 他妈的 跟毛巾一样我操 跟毛巾一样我操 哎 然后去 地面 我有一个冒险的 我操 看 跟毛巾拧一样我操 我操 我操 溺满了 搞出这么多水 这里面我靠都冬龙那个啥的 我记得你妈都可以洗衣服了 臭这里面的这个这个 那是那个领化的东西 也都是了 这里面都是了 然后晒一晒简单就 没啥用感觉晒的 亮起来 比较 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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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吗 晒的感觉没效果 卧槽 这里面不好搞 我都不知道怎么要把它那么翻出来 好像翻不了 就简单晒一晒吧 一会儿等于我毛巾然后擦一摊 OK 还有这个纸 妈的 我是你妈的 我操全都是水 有这里面 头都大 兄弟们这里不知道是什么鬼地方 我操 我想进去接点水 这边是什么拐 路往监控中心 这里面他妈的 怎么进去啊 我操大哥 你好有人吗 哎 有人没有 他没有的 连个看大门都没有 我是你妈的 他妈的 傻逼地方 我操他 妈还监控我东西 监你妈还监 我想去问问收费站他妈的能不能接点水 我操你妈的 老子 这他妈又一条沟 我靠你妈的 这是水吗 这他妈没水管 我操你 我他妈想接点水 我操没水 怎么做饭 我妈 这边 干到收费站去了 我操 我操你 我操你 我操你妈的 还来让老子 我操相 我操你妈的 他傻逼地方 我操你妈的 他妈的 他们應該便迷点都没有 我去 你妈的 老子 去问收费站 我问他们接点水 老子 什么 什么 这 你有 Perdão 怎么 唉 傻逼地方 哇 臭 他们还人工啊 臭 这是高速啊 臭的 老都想把车他妈推到这里做饭 睡觉 这里面怎么进呢 兄弟们 这点水接着来真他妈的难啊兄弟们 在前面那里我靠他妈喊半天他妈妈又回应了 我去那个树菲站里一个女的 她开始她意思说不让我接水 我说我就接点水 我说前面这里看不到了我骑自行车旅行的 我说麻烦你们一下我进去接点水 他说我们这里没人带你进去 里面不让进 我说我又不偷 我又不抢 我就接点水 说我要做饭吃饭 我说我麻烦你们一下 后面他就说我什么道德绑架他 他那说话很难听 然后呼叫他的队友 是一个男的 然后顶着我进去接了点水 哎 没法说什么为人民服务啊 为个屁服务啊 为人民服务 他们都是那个什么 也算是公务员的一种吧收费 人家领着高额的工资 也算是公务员行列的吧 虽然不是那种特别牛逼的公务员 但也算是公务员 然后就到你们这里接点水 这都是国家的 高速也是国家的 那个那个里面是什么调度中心 什么监控中心好像是 然后我就接点水我去 你们就拖一三祖式的 意思就是说不让鸡 这就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 东方大国真的 这个国家真的我太失望了 没办法 尽快的离开这个国家吧 反正咱们再走两个国家 就远离这个国家了 爱怎么整怎么整 越来越魔幻了 我就接点水我操 头都打 就跟求你们一样 说话他妈还死难听了操 什么德德绑架你 我绑架你什么了 我就是这点水嘛 对吧 你不让急 然后 我说我要接点水 我需要水啊 这就就到头绑架你 什么人都有啊 兄弟们 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 没法说 这个国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了 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糟糕 东方大国啊 东方大国啊 好好玩 好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 加油 就知道善意欺骗我们 什么国外大使馆 那是让你看的 不是让你麻烦的 在国外啊 受到欺负找自己国家的使馆 没用 在国内我去 接点水我去 就跟他妈求你们一样 真的妈牛 这个国家真的是废掉了 说实话 真的后悔出生在这个国家 都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真的太糟糕了 捡他水我靠 妈妈麻烦的要死 斗牛 斗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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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为人民服务 就会打着旗号把了 说那么好听干嘛 人民为你们要点水 都都难得跟啥似的 就很麻烦你们了 更别说其他的了 晚上这是一点都看不见的 刚才走到这里 我看现在还是下坡 然后 也看不到灯了 因为前面是那个收费站嘛 这里啥村都没有了 所以我才下去 去他那里接点水 这里最近嘛 要返回的话 后面村子还要走很远 刚才我没在那个村子那里接水 我以为就是 到这边的话就 还有很多村子 结果走到这里发现 前面就没村子了 然后也 天有点黑了 感觉看不见路了 所以我就 把车子就放在 这个不爱吃的地方 就去那个收费站 那下面也不是房子 我就下去了 结果那个房子就没开门 然后去 我问他们工作人员 我说我要借点水 我说我没水了 我是骑自行车旅行的 我说我能不能进去接点水 然后他们意思就说不行 我说什么什么 没有工作人员 不能带你去 你必须要有工作人员领着你才能进 自己不能进 就是怕我偷他们的 抢他们的 怕我是坏人 你怕个毛线呢 是不是 我手里啥都没有 是不是 我就去问你们借点水 你们跟房贼一样 就那么那个啥嘛 收费站那边有个门能进去 然后那边那个门进不去 我就是翻山越岭的到那个收费站 爬到那个路下面 我才到收费站那里 没法说 我就接点水 他们就 说什么没有工作人员 晚上怎么可能没有工作人员 开玩笑 那么多亮灯的地方 你告诉我没有工作人员 不想让接水就不让接 说的那么冠面堂皇 这都是国家的 这不是个人的好不好 他们也代表的是国家收费的 这里面的都是有编制的 我估计 包括那个收费的都是有编制的 可以说都是公务员 拿着人民给他们交的纳税钱 就干这些事 真的服了 为什么我不想呆呆东方大国 原因有很多 看惯了东方大国 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无可奈何 所以只能远离他 什么也改变不了 能改变的只是 自己罢了 就是远离他 只能这样 我希望能拿到每一千 然后等我还原完世界 我觉得都可以再见 我也不想回这个国家了 我想直接买把手枪 然后拜拜了 这个国家让我太失望 然后我觉得 这个世界也没很没意思 都大同小异 可能有的比这个国家好一点 有的地方还不如这个国家 没办法 这个世界太糟糕了 能活着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是今天买的玉米 七个十块钱 一块多一个 他们晚上搞玉米吃 一煮玉米吃兄弟 我本来我想烧火呢 然后这晚上他妈的 就找不到柴火在哪里 还直接把那个玉米剥一剥 然后直接吃饭喝 人民不能麻烦你们呐 你们都是大老爷 你们都是大老爷 麻烦不了啊 什么态度 到达绑架你我就要点水 然后你告诉我道德绑架你 谁没难处的时候说不好听的 哎说的话真他妈那难听 就让你们带我接点水 就是道德绑架 哎呀 牛逼往那一坐 你又没啥事是不是 那那边好像就一个人工通道 其他的话还是自动的 ATC 又没啥事 我操你们分出一个人不就行了吗 他开始还还还一直说不能给我接水 让我离开 后面他们那个女的 我一直我就在那等 我就说我要接水 后面他他们没办法了 他才让他同事带我接水 早点直接给你们同事 你说一下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就接点水这个事情就那么难吗 他说那么难听的话 还跟他 嗯就是同事说啊 什么我道德绑架他 真他妈的无语 在自己的国家他妈的一肚子气 国家真的是让我很失望啊 这里也不知道有没有数字什么的 好想找点树枝 然后那个啥 做饭吃 不行我只能用我的那个气罐炉了 这里有树 这是湿的好像 明天再自己用这个 今天太晚了 他妈看不见了 这个其实可以做饭的 这个其实可以做饭的 还是今天太晚了 来修你吧 这都没人要了 这个直接这个树也可以做饭 这个直接这个树也可以做饭 我看看能不能用吧 把打火机也拿出来 你看这里很危险的 他妈的晚上连个路灯都没有 我操了 这个国家真离谱 还不如他妈那些落后国家 那些落后国家都比这个国家强 这个国家的妈的走着走着就是那种国道吗 走着走着就变成高速了 哎就是要钱 妈你妈你妈你 哎 拿着这个国家的护照 处处收击 人家一看是这个国家的人 妈你妈你妈你 很多糟糕的事情我都遇到过 但我无可奈何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人 我能怎么地 你忍 你认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不忍你能咋地 谁管你 找大使馆 大使馆又不管你 别的国家的大使馆都是大使馆 我们国家的大使馆 就是让你看的 天天还拍那些洗脑的电影 什么拿出护照 就能够让你什么 别骗人了 兄弟们 我把这个米他妈的 这个玉米我用牙咬了咬 反正这上面是没怎么咬干净啊 不是特别干净啊兄弟们 还有点残留啊 但也只能咬成这样 没那么多时间啊 不是时间不够啊 时间够了我就一粒粒粒剥了 在这里面有鸡 上午没吃完的鸡蛋 还有 还有那个米 还有这个玉米 我操你妈的 这里面怎么还有虫子 谁要把你炖死吗 谁要 别要去死 弄一点咱们 好不容易要的水 求爷爷告哪呢 搞来的水 我操了 谁在等多麻烦不了啊 兄弟们 直接开稿 兄弟们 直接开稿 兄弟们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锅炉 这个洞洞挺好的 非常nice 直接搭马路上做饭 睡觉也在这睡了 一会儿再搭帐篷 现在先不搭 兄弟们这边我靠 人家还给我一个鸽子 刚才有一个 这边的兄弟 他给我弄了一个鸽子 这应该是用那个弹弓打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保护动物 反正有两个差不多 十几岁的吧 我感觉应该是上高中的 放假的他们在家里 没事然后骑个电瓶车就在这呗 然后刚才在这里问我直播不直播 然后在这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怎么在这我说我是骑自行车旅行 他问我去从哪里过来的 我说从黑河口那里 他说骑那么远 我说我还问我搞不搞直播 我说我不搞直播 因为我现在我不缺钱 也不想播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懒得让这些 哎不说了可能不想播 这个应该是刚打没多久 我摸一下 我靠还是温的 他们都有那个牧羊犬 我说 这边的大哥们 我操很牛的 都是养羊的 帮羊的都有牧羊犬 这个刚才被狗雕过 他说被嫌弃 我说嫌弃啥呀 我本来不要他们给我 非常感谢他们 哎好人还挺多的 最起码比下面那个什么 首飞弹的那个 人家也是国家单位的 估计还入党的 但是有啥用呢 还不如咱们平民老百姓呢 还是人民跟人民之间更好一点 那些人都高高在上 他们麻烦不起人家 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善良好啊 不像他们啊 拿着高高的工资做的 接点水啊 都感觉很那个傻意啊 妈的 说着说着就没有话 他在柴火师 来找个字 你妈的 我靠的 那个大哥给我的 那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吃 那个鸟他妈的 那上面有那个啥 有毛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下去 那个汤还没烧死 他这个搞一下吧 他在柴火之后 他在柴火之后